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之前跟他喝东西谈他说完之后我已经很清楚但我想你讲一次给观众听 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所有ETF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追踪的分别 不是不差 这是追踪的分别 因为它有管理费 但这些全都很少 你想想7331来说 管理费是0.99% 即1%都不够 它是跟期指的 基本上它跟期指之间 纳斯塔克期货指数之间跟7331之间其实是很少很少的差别 所以它其实是追得很贴的 但是这些反向的产品 其实它有一个最大的特性是什么呢 它是给每天的回报的反向1%给你 即是说今天期指升1% 你那只7331就会跌1% 但是如果你是将它 虽然它的反向 但是你想想它有一个所谓的 我们叫做 compound effect 复合效应 譬如你今天买100元 市值升1% 你虚了1元 第二天开始你就变成99元 开始计算了 如果第二天升99元 你赚1%的时候你就赚足1元 即是99.99 即是99.99 你不可以用你前期投资的100元来做一个永恒的基准 因为你的基准永远都是在变的 回来 如果我买100元买了 市值跌了3% 我只升了3% 那你第二天的基准 即你的底是103元 如果它再升1%的时候 你就赚多过1元 同一个道理 这是第一个大家要留意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时间 虽然这些ETF是没有时间的选耗 亦都没有这个 好像Wallant那些 有时间值 人生波幅 什么都没有 但是因为它有复合效应 所以你每一天市场有升 有跌 有升有跌 可能你升三天 跌两天 那你刚才说的复合效应 你就要放进考虑因素里面 如果你是说我半年前开始持续 一直持续持续为何市值累赚了20% 为什么我已经升到18% 因为你中间的底 literacy每天每天都在变 在变成每天加减量都不会不同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大家想一下 ETF是有买卖ETF 你最要co ir那些叫资产准值 Naf 你怎会知道是在华夏的网站上每15分钟更新一次 这是证监会规定的 Nef是10元 现在的市场是10.52元 Nef是10.51元 即是说那个价格是会有premium 不如看看他们的 Chinaamc.com.hk amc.com.hk 你去基金产品 上面的基金产品 然后你去杠杆反向产品 找一只7331 你去里面找7331 第二只就是了 你点进去就同意了 什么都同意了 就向下转 向下转 转到这里 大家见不见? 第一个是即日估计的基金 资金正值 就是我们叫做intradaynef innef 第二个是即日市场价格 你需要看月网这个 等我弄 你继续可以了 好 譬如现在的资金正值 日间的资金正值是10.5元 价格是在交易10.52元 即是说它有少少的日价 为什么会有日价呢 因为追买的人多 将它买到变成一个日价 但如果回头 如果市场价格是升的话 即是7331会跌 如果大家一变得看好后市 NAS也会狂升的话 即是7331会 大家都想沽了它 沽越沽越低 可能会沽低intradaynef 那就变成一个折扬 没错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要放在iPad上给大家看 好 我可以放在iPad上 是的 我可以放在iPad上这个位置 因为ETF会有折扬 还有会有日价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 譬如昨晚 例如星期五晚 NASDAQ的市场上升了2.5% 对不起 跌了2.5% 但今早733上升了大概1%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看星期五 7331收市的时候 尾市是抽上去的 它是收高了 但是那个 纳指期货在香港时段 是没什么移动过的 即是说它星期五 是被人追买上去 买到有一个日价 既然有一个日价 它今天就不可能再 完完全全複製回星期五的跌幅 因为它跌了先 早上人就会问 为什么见到期货 可能没什么特别的移动 东西又跟不着 全部人都问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纳指期货 是在美国时段交易的 美国收了市之后 纳指期货还没收 是 有一个叫做电子盘 俗称叫E-mini 纳指E-mini E-mini就是在亚洲时段 和欧洲时段都会照购买的 你如果想investing.com 你可以找到这个 我们有教大家 investing.com 可以见到E-mini E-mini继续走的话 其实相对它们都会影响7331的价格 是 譬如我打个比方 礼拜五现在发生的情况 礼拜五纳指期货 美国时段收市跌2.5% 现在E-mini是在升0.5% 因为有些获利回套 即是说累积正常来说 7331应该升2% 但现在升1% 是因为礼拜五的时候 7331收市的时候 它有个叫做Premium 就是那个 预期最后的人会进入 接着就有个Premium收市 已经收到差不多1%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差不多是应该0.8%到1%之间升 升0.8%到1%之间 叫做Fair Value 即是公平的价格 那你怎样知道Fair Value 其实你就是看着10.5%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那个网站上面那个 你现在看到10.5%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那个资产正值 因为现在是10.52 10.52是市价 是即市的 是的它是即市的 不会15分钟一次 不会15分钟一次 那你10.5%那一栏就叫做 基金每单位资产正值 这个资产正值的意思是说 这个ETF本身的底层资产的 最真实的价格 10.5%就是Fair Value 即是你看着就像是收市价 是的 没错 现在正在做10.52 通常这些呢 有些市场会更多 有些市场如果市场疯狂被人追的话 可能追到1%至2%的资产 但不会超过这个 不会到10% 不会那么夸张 因为ETF始终是 因为始终它有一个 ETF有一个透明度 还有帮你 我们叫做寻找真实价格的一个工具 所以它是很公平的 大家都会看着10.5%来交易 你不会太过离行离辣 就算你太过离行离辣 我们所谓的流通量供应商 Market Maker 它都不会沽给你的 因为它觉得这个价格是离题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之 大家一起玩的市场